這款面膜是我目前的面膜存貨裡面 使用率最高的一個面膜 裡面的所有成分都是針對保濕為主 我真的拍胸脯保證 它真的是好評不斷 現在北美超級火紅的飾品品牌 Amy J 除外都超級可愛 真的超精緻 難怪這個品牌現在這麼紅 視聚之花一萬多塊買一副耳機 但是用了整整八年 它還是非常屹立不搖的 在堅守自己的崗位 我覺得這一筆錢投資的非常值得 你們真的沒看錯 這麼薄薄一片的東西是手機指甲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用非常非常多 我是先買了白色 結果我回家試穿之後真的太喜歡了 隔天我又再去店裡把黑色的也買回來 我真的超級愛推薦給你們 嗨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是一個新企劃 叫做安心好物 我在發想這個企劃名的時候 甚至想了一個slogan 跟著安心好物讓你買東西不走歪路 天啊 自己念出來也太遲了吧 我會難怪我自己本身就非常愛用 或是近期用到的好物 或是順帶提及我正在開團的一些好用的品項 都會在這個企劃裡面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一樣 廢話不多說 今天的影片趕緊開始 第一樣我想介紹的是 TaiMo的止髮器 這個我是之前聽Amanda在影片裡面介紹過 就被它燒到 前陣子剛好Amazon Prime Day的時候特價 我就入手了它 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決定把它納入到我的愛用品裡面 其實我的頭髮算是蠻直的 但是最近不是流行Y2K風嗎 韓國女團New Jeans 他們每個成員都是一頭的黑長直 看得超級羨慕 Charme 你可以等一下嗎 不像一般的電棒捲或是指板家 需要花時間去練習跟上手 用TaiMo可以直接省掉那些需要學習的時間 只要一插一按 等待它加熱大概一分鐘 就可以直接開始用了 它有四段的溫度調節 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髮質跟需求來做設定 使用的方式就像梳頭髮一樣 把你的頭髮拿起來 塞到它的這個尺梳裡面 順順的梳下來 立刻獲得一撮又直又順的頭髮 價格的部分也是小資輕鬆擁有 我記得它在Amazon原價是標54.99 然後它好像長期都會特價49.99 我前面有說我是趁Prime Day的時候入手 所以那時候是超級大促銷 39.99 它來的時候還是一個這麼精美的禮盒 裡面有附一個收納的保護袋 隔熱手套 跟一個小梳子 無論是原價還是特價 我覺得它的CP值都算是蠻高的 我目前想到唯一一個小缺點 就是如果它之後 齒書上面有什麼污垢 髒掉的話 我會不知道要怎麼清 對 是潔癖人永遠的困擾 下面一位是我開傳過兩次 真心愛的私房面膜 這款面膜是我目前的面膜存貨裡面 使用率最高的一個面膜 它的面膜紙非常的薄又服貼 重點是精華液的量 不多不少剛剛好 因為我自己非常不喜歡 面膜裡面有一大堆精華液 太多的話手就是會黏黏的很不舒服 而且我不會把袋子裡面剩下的精華液 倒出來用 所以過剩的精華液對我來說 完全不是加分 我就是會直接把它丟掉 浪費 然後因為它是純保濕面膜 裡面的所有成分都是針對保濕為主 所以在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或是你是敏感肌 甚至醫美術後都可以做使用 加強保濕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款非常無腦 你隨時隨地想要使用 都可以用的一款面膜 唯一的缺點就是 每次團購他都要買一盒30片 可以理解多數人 在不知道這個東西多好用之前 可能不敢下手一次買這麼多 但是我真的拍胸譜保證 它真的是好評不斷 有買過的網友也會來跟我回饋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面膜很好用 你們下次有看到的話 真的一定要吞起來用 下面一位 登登登登登 風潔生意的超清感美白防曬乳 這個我真的還要再介紹嗎 我在影片跟動態都狂推無數次 目前此生至愛的臉部防曬 這是我昨天才新開的 再給你們看一次 它的質地 非常的輕薄清爽 完全不會悶不會止痘 就像乳液一樣 輕輕鬆鬆就可以在你的皮膚上推開 重點是 它有SPF50PA4個加 目前沒有遇過任何的保養品或是化妝品 跟它打架 真的好用到爆炸 拜託你們下次看到它 一定要買 再來進入幾個比較偏向搭配類型的小東西 NikoM的平光眼鏡 我只要PO動態或是Vlog裡面有戴到這支眼鏡的話 都會有網友特地來私訊我這個是什麼牌子的 我就只是某一天在NikoM殺時間的時候 看到它無聊就買了 這應該可以拿去配鏡片 那因為我沒有鏡視 所以我就是把它拿來當作一個造型 我覺得好像這個框框把我眼睛框住的關係 所以讓我的整個臉的亮點 是框在我的眼睛這裡 所以明明這個沒毒素 但我常常覺得就是 戴上來我的眼睛好像反而被放大了 你們有覺得有差嗎 下面一位也是眼鏡 是Gentle Monster他們家的太陽眼鏡 這個眼鏡布也超可愛的 這一副我是在Farfetch上面買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發現我的臉型非常適合戴貓眼的眼鏡 所以我的太陽眼鏡都是往貓眼這類型的款式去做挑選 黑色就是非常的基本百搭 是不是一戴起來整個人的氣勢就出來了 顯得整個人很俐落時髦感也跟著提升 而且因為它很輕不會壓鼻子 九代的話也是完全OK 再來是幾個非常可愛的髮夾 我的鯊魚夾在這一年內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不見就是被Charmie咬爆 前陣子我就買了幾個 現在北美超級火紅的飾品品牌Amy J Amy J的品牌整體諸大可愛甜美風 一個小小的髮夾都能夠被設計出很多的細節 超級吸睛 給你們看我平常是怎麼夾的 先把夾子打開 用抓夾的部分當梳子梳你的頭髮 然後邊梳邊用另外一隻手 把頭髮收集起來之後夾中 就是一個公主頭的夾法 除了是鯊魚夾之外更像一個飾品 原本黑黑的頭髮立刻變得超有趣 平常出門的時候掛在包包上 超級可愛 不像一般的鯊魚夾 就應該只放在廁所不要出來 我分別買了不同的幾個尺寸 米色的這個應該是大號 它有非常簡單的寫紋紋路 這個尺寸就是可以輕鬆把我所有的頭髮都夾起來 因為兩個比較小的圖案都超級可愛 上面這個是小天使 然後在這個地方它還有做翅膀 下面就是一個簡單的蝴蝶結跟鑽 這邊也有小碎鑽 真的超精緻 難怪這個品牌現在這麼紅 但是這個size我就是拿來夾半公主頭 因為它比較小沒有辦法hold住我全部的頭髮 然後它有一個小的蝴蝶結 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它的質感真的是蠻好的 大家可以趁打針的時候買 下一位是BOSS的全肇室降噪耳機 你們相信這個耳機 我從2016年用到現在已經用了8年了嗎 這個長久的程度只比我跟熊的愛情線 以一般我們聽音樂來說 BOSS他們家的降噪效果 應該是業界滿頂的標準 除了降噪之外重點是它還有環境音的模式 所以就算你帶著耳機走在路上 也會比較不危險 雖然我還是不推薦 但就是總比沒有還好 你們看它的顏值 這款玫瑰金是當年的限定色 現在官網上已經沒有賣了 但是北美的官網 我看它出了一款寶寶子 超級可愛 還有奶白色我也超心動 這個顏色我現在看還是非常的喜歡 所以目前還沒有打算要再換耳機 現在想想當年是蠻瘋的 次巨資花一萬多塊買一副耳機 但是用了整整八年 它還是非常屹立不搖的 在堅守自己的崗位 我覺得這一筆錢投資的非常值得 而且它真的跟我去過好多地方 搭飛機一定要帶上它 不管你在哪裡 只要有它 你都可以輕鬆地睡上一段好覺 然後它是有附線的 我在房間懶得拿 但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耳機孔可以插線 所以你可以插線使用 也可以用無線藍牙的功能 順帶一起介紹 這個海綿 是我在Amazon上面買的替換海綿 我是用到今年才覺得 它有一點點微微的脫皮 換完之後我覺得跟新的沒兩樣 應該還可以再用下一個八年吧 再下面一位是 Moft的磁吸手機支架 你們真的沒看錯 這麼薄薄一片的東西 是手機支架 這個是廠商寄給我的 我收到大概快要兩個月了 我幾乎每天都把它 放在我的手機後面用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用 非常非常多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凹下來 甚至可以再長高 只要這樣子打開 就是一個乾腳架的概念 它的這個軸做得非常的緊 你不用擔心你在凹它的時候 手機會突然掉下來或什麼的 收起來也是非常的簡單 只要再凹回來 它又變成一片薄薄的東西了 它的使用場景真的是多到我難以細數 我平常最常就是這樣子打開來 放在桌上滑手機 我們一起拒絕凹掉的小妞妞好嗎 也非常適合上班族 平常午休的時候 一個人吃飯需要追劇 可以隨意的轉動它的角度 這樣子放在桌上超方便追劇 然後因為可以凹各種角度 所以我是想要拍一些簡單的小短片 像是拍開箱 健身影片或是TikTok 都超級的方便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級便利的點 就是因為它是磁吸的 所以它隨時都可以拿掉 其實裝上去你的手機 會增加一點點重量 但我是覺得比帶一根支架還要方便啦 因為平常開車出門的時候 要把手機放在車用的支架上面嘛 只要花0.1秒把它拿掉 放到你的包包裡面 不用像一般的手機自拍棒 或是三腳架 你還要在那邊裝啊 或是拆什麼的 很麻煩 輕輕鬆鬆的吸上去就可以出門了 這個我也是非常的激推 最後我要來介紹 我最近買到一些Lululemon 他們家我很喜歡的運動衣 第一件是WONDERMOST 這個系列的短袖 它看起來就是一件非常平平無奇的 一件黑色上衣 但是我逛街的時候摸到它 我就不願意再放手了 這是我目前最喜歡Lululemon 他們家的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很多都是用Lululemon 這一款布料下去做的 主打輕膚舒適 非常的柔軟 而且彈性也超級好 這件上衣還是偏貼身的 它的包覆度很好 很貼膚 但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緊繃感 不仔細看的話 看不出來是運動品牌的衣服 它的標在這個後面 小小的 所以我平常會穿它出門 配個牛仔褲什麼的 就非常的百搭 這件運動的背心 是跟剛剛前面那個短袖一起買的 我這件買了白色 結果我回家試穿之後 真的太喜歡了 隔天我又再去店裡 把黑色的也買回來 這件的版型跟長度 是比較偏短版的 有時候穿長一點的背心 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點顯老 有點crop的話 會顯得更俏皮一點 然後我最喜歡的點是它背後有兩個打折的設計 帶有一點像白折裙一樣的可愛感 穿著它做動作的時候會有點飄飄的 非常的可愛 前面這邊跟後面背部的地方 有一小片的網狀拼接設計 除了透氣之外也有一點露幅度 整體的感覺就比較不無聊 我真的超級愛推薦給你們 最後一樣安心好物 也是Lululemon的 但是是我買過Lululemon家最便宜的單品 可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眼罩 有一件眼罩感覺超冷門 當初買它是因為我們剛搬過來的時候 還沒有裝窗簾 想說就買個眼罩來戴 結果收到以後 驚為天人的好用 所以又再買了另外一個 我跟熊現在就是一人一個 它的布料超級的柔軟 非常非常輕膚 而且整體是有點厚度 像舒服雷一樣 膨膨軟軟的 接觸眼周比較敏感的肌膚 也完全不會不舒服 我發現我戴衣整個晚上 都完全不會出汗 所以它的透氣性也是相當的好 有別於一般的眼罩 它是完全依照你個人的頭圍去做調整 非常神奇的是 可能是因為它這樣整個包住 我睡覺的時候變得很有安全感 所以每次只要帶它睡覺 除了因為很暗之外 我就是非常安心的 可以一覺睡到天亮 我這樣對鏡頭講話有合理嗎 鏡頭應該是在這吧 最神奇的地方是它的魔鬼棧 我不知道它怎麼辦到的 但是我幫它取名為靜音魔鬼棧 先聽聽正常的魔鬼棧是什麼聲音 再聽聽看靜音魔鬼棧的聲音 半夜想睡覺的時候 如果聽到這個聲音 我真的會直接睡意全無 這個設計既可以保持睡意 又不會吵到枕邊人 真的是超級讚的 這旁邊還有一個小口袋 應該是可以放耳塞的 但是非常遺憾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評價明明就有4.5顆星這麼高 可是它售完之後一直遲遲沒有補貨 我還是有把連結附在下面給你們 以防它未來哪一天突然補貨了 你們一定要手刀買它好嗎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安心好物介紹的所有品項 還記不記得我開頭講的slogan 跟著安心好物讓你買東西不走歪路 期待以後再分享更多的好東西給你們 或是你們有特別想要知道的類別跟產品 也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